2月28號 歐洲議會通過2023年度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報告 妄稱中國與台灣互不隸屬 對歐洲議會官方代表團 窜台表示歡迎 對此中國駐歐盟使團 予以最強烈譴責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 宋濤2月29號 在上海會見來訪的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一行 宋濤表示 對明清大當局 無視大陸漁民生命財產安全 傷害戀愛同胞感情的惡劣行徑 我們絕不容忍 絕不姑息 2月29號晚間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使用長征3號引運載火箭 成功將衛星互聯網高軌衛星 01星發射升空 台防務部門當晚又發布新聞稿炒作稱 大陸火箭飛越台灣上空 對於台防務部門的炒作 導致網友諷刺 怎麼沒警報 稍後請看詳細報導 關注聯案 聯案關注 這裡是海峽會視 今日海峽 不是禁閒 我們一起來看新聞 2月28號 歐洲議會以338票贊成 86票反對 122票棄權的結果 通過2023年度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報告 在香港 新疆 南海等問題上對中國橫加指責 聲稱中國與台灣互不隸屬 對歐洲議會官方代表團攥臺表示歡迎 對此 中國駐歐盟使團2月29號回應 歐洲議會外交政策年度報告涉華內容 並對有關內容予以最強烈譴責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表示 歐洲議會報告有關涉華內容 嚴重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侵犯中國主權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對此深感震驚 堅決反對 並予以最強烈譴責 發言人指出 報告公然鼓吹所謂一中一台 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為台獨勢力章目 暴露出歐洲某些政客對歷史和現實的無知 以及妄圖阻撓中國統一大業的陰暗嘴臉 發言人表示 一個中國原則 是國際社會普遍遵守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對此予以明確 1975年中歐建交時 歐方明確承諾就台灣問題 採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接受的立場 不同台灣保持任何官方關係或締結任何協定 發言人強調 中國必須統一 也必將統一 任何人 任何勢力都不可能阻擋 奉勸歐洲某些政客多讀讀書 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停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多做有意於中歐關係發展的事情 不要再在世人面前一笑大方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宋濤 2月29號在上海會見來訪的中國國民黨副主席 夏立言一行 宋濤表示 我們將深入貫徹落實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台工作的重要論述 和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共同政治基礎上 同中國國民黨相向而行 共同推動兩黨關係和兩岸關係向前發展 促進兩岸交流合作 反對台獨分裂和外來干涉 維護台海和平 造福兩岸同胞 推動國家統一 共促民族復興 對民進黨當局無視大陸漁民生命財產安全 傷害兩岸同胞感情的惡劣行徑 我們絕不容忍 絕不姑息 夏立言代表中國國民黨 對夏金海域被撞于船遇難同胞表示哀悼 向家屬表達慰問 我們朱主席在上個星期 特別向遇難的船員的家屬表達了慰問的意思 他也特別希望我這次來 能夠有機會了 也許透過國台辦 向家屬也表達我們撫慰的意思 我們會敦促 會監督民民黨 一定要能夠妥善地處理這件事情 儘快地發掘事實 做出妥善地處理 夏立言表示 國民黨願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促進交流對話 推動兩岸關係良性發展 214惡性壯傳事件發生後 雙方歷經多輪協商 未取得共識 2月29號又進行了第10和11輪閉門協商 依舊未有共識 據台媒報道 台海巡單位已經定調 簡稱該事件是所謂單純的執法個案 且並未規劃書面道歉 據台媒報道 2月29號上午和下午 台海巡部門與大陸方面的代表 分別進行了第10和11輪閉門協商 面對記者詢問 台海巡單位副主管 許敬之閉口不答 而針對該事件 2月29號 在台行政機構會議後的記者會上 台海巡單位巡防組長廖雲弘成 此案為單純的執法個案 台海巡單位沒有道歉的規劃 依照目前客觀的 我們的調查的客觀證據顯示 並沒有同仁的疏失責任 所以目前我們沒有 書面道歉的規劃 不過對於台海巡單位的說法 島內網友不以為然 稱澳巴疏失一大堆 還所謂依法執行勤務 進門這種特殊地區散兵一堆 死要面子 民眾承受風險 還有網友說 真相拿出來簡單就可結案了 這樣化檢為凡 搞這麼多天不累嗎 2月29號 台灣海集會副秘書長蔡孟軍 在海集會進行背景說明會 對於相關協商進度 蔡孟軍三間其口 僅表示由相關機關處理中 希望各方能理性務實看待這個事件 這起不幸的事件 本會向家屬表達慰問跟關懷 在他們停留期間 也隨時關注提供必要的協助 214惡性撞船事件 台方遲遲未給遇難者家屬和 離岸同胞一個交代 備受輿論質疑 2月29號 無黨籍民代高金素媒 當選台立法機構所謂內政委員會照尾 隨即就開始著手安排下週議程 根據高金素媒的安排 3月4號星期一 將召集台海洋事務部門陸委會 就214惡性撞船事件進行專題報告 並備詢 那麼相關問題 我們馬上來連線北京演播室的嘉賓 時事評論員陳桂青 陳先生您好 您認為管碧玲在214惡性撞船事件 發生這麼久都沒有給出交代 究竟有何盤算呢 管碧玲他之所以做出這一種行為 恐怕背後藏著非常骯髒的一些政治目的 這個政治目的有現在台灣媒體爆出來 說他有可能是要為了去向綠營選民表中 要進一步想要去爭取參選下一屆的高雄市市長的一個選舉 大家知道管碧玲他出生於高雄 在高雄當時也曾經參與過民進黨內高雄市長出選的這個過程 只不過後來沒有獲得民進黨的一個提名 但是管碧玲他對於高雄市市長的這個政治的職位一直以來 綠色政治背景想要獲得民進黨下一次的高雄市市長的一個提名 當然除了這樣一個台媒揭露的有可能的這個政治目的之外 當然我們如果說從管碧玲他的一個政治的一個底色 他政治的一個派系的一個色彩當中不難看出他想要通過這起事件 極力的去墊高他在綠營選民當中的一個地位 來彰顯他的一種台獨的政治色彩 彰顯他的一個反中仇中的一個政治的一個立場 否則如果說是一個負責任的海洋部門負責任 在這起事件發生之後想的應該是怎麼樣 讓這起事件圓滿妥善的快速的一個處理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一邊不停的去攻擊大陸 所謂的放縱大陸的漁民 另外一方面也不斷的去煽動島內的一種反中仇中的一個民粹 所以說從目前種種管碧玲的行為來看 他想的不是怎麼樣讓這起事件早日的落幕 早日的獲得妥善的解決 他想的反而是自己的一個政治的一個地位 想的是自己的一個政治的一個權位 所以說才會引起大陸網民大陸民眾強烈的一種憤慨 好的 感謝陳先生的點評 2月29號金門同胞組團來到廈門祥安城皇廟 參加2024夏金民俗喜樂會 在活動中金門同胞紛紛表示 夏金本是一家 兩地生活圈歷來一體 但憤慨的是金門214惡性撞傳事件發生至今 民進黨當局依舊未公布事實真相 未給遇難者家屬和點案同胞一個交代 嚴重傷害了點案同胞感情 對於214惡性撞傳事件建門同胞希望民進黨當局儘快公布事實真相 給遇難者家屬和列案同胞一個交代 而對於民進黨當局可以隱瞞事實真相 推卸責任 階級煽動 列案對立對抗 特地來參加活動的在下台胞蘇玉皇也有話要說 所以到目前為止已經半個月了 我說真的我到現在還真的完全沒辦法理解 台灣當局為什麼要幹這種事情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有點在顛倒是非 已經黑白不分了 他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去不把新聞現狀去公布出來 這樣子的話的話變成把民眾知的權力完全的把它抹滅掉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一個現象 此次有40多名建門同胞組團乘坐小三通夏津航線 來到廈門參與夏津民俗喜樂會 走進社區 校園 據悉 該活動至今已舉辦三屆 以文化為載體 搭起兩岸 連心橋 讓更多夏津的老百姓感受到我們同根同源 同中同組的 閩南民俗文化的這種交流 那當然他們也希望通過這一次呢 表達出金門民間老百姓的一個善意 表達出夏津跟我們兩岸老百姓希望相互融合 希望渴望和平 祈求和平的一個心願 了解台海資訊 輕鬆掌握實事 跟民進黨的意見不一樣 1450就去咬你 民進黨的檢討就跟自動播放器一樣 他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這就跟台獨一樣 你想要把中國因素拿掉 協議裡面就是中國DNA呀 大陸絕對不會再容許任何一個國家打台灣牌 得不進步者 不可為一 總是會害怕 辜負別人的期待 總是想滿足所有人 那你當初為什麼選擇當醫生 賢多事少 離家見 俠 萬星 2月23日起 18點35分 就在海峽衛視 歡迎回來 這裡是海峽衛視 今日海峽 我們繼續來看新聞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海軍陀江級巡邏艦第一批四量產型的第四艘五江艦 在3月1日舉行交艦儀式 而第一批四量產型的最後兩艘預計也將在本月底全數交艦 陀江級原型艦陀江艦在2015年服役之後 台海軍規劃籌劍11艘陀江級艦後續艦 原排定的量產期成為2025年獲得三艘後續艦 並在2036年以前完成11艘後續艦 但由于台海軍新一代巡防艦的造艦進度不如預期 致使陀江級的量產期成大幅提前至2026年 並以明晰大當局海空戰力提升計劃采購特別預算之應 量產型首艦塔江艦在2020年12月下水 第二艘副降艦2022年9月下水 第三艘續江艦2023年2月下水 據悉 台海軍陀江級巡逻艦第一批次的量產型全部是防空型軍艦 第二批量產型的五艘規劃為反艦型軍艦 將於2024年至2026年建造 不過 此前 據台立法機構预算中心報告指出 台軍所謂高效能艦艇的建造費用被移入特別預算後 單價暴增 首艘量產型塔江艦 單艦成本约54億新台幣 移入特別預算後 第一批及第二批的單艦平均成本提升至約64.34億及75.63億新台幣 对此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曾表示 台防务部门常说 以量制價 結果 陀江艦從三艘增加到十一艘 卻越做越貴 相當不合理 針對民進黨當局妄圖以武謀獨的行徑 國台辦發言人陳彬華此前曾表示 民進黨當局企圖以武謀獨 不思量力 十分危險 只會進一步 把台灣民眾推向危險境地 民進黨當局為一己私利 揮霍台灣老百姓的血汗錢 既貪腐又傲慢 台灣民眾對此也看得越來越清楚 2月29號 21時03分 西超衛星發射中心使用長征三號引運載火箭 成功將衛星互聯網高軌衛星01星發射升空 台防務部門當晚又發布新聞稿炒作稱 大陸火箭飛越台灣上空 對於台防務部門的炒作 黨內網友聯繫台灣2024選舉期間的類似事件 台防務部門特別發布防空警報短信 諷刺 這次怎麼沒警報 據台媒報導 台防務部門在2月29號晚稱 大陸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執行運載火箭搭載衛星發射任務 火箭飛行路径經台灣中部朝西太平洋方向 高度位於大氣層外 對台灣地區無危害 該部門還老調重談 聲稱台軍所謂事切警戒與應處 台灣中時新聞網在報導中提到 台防務部門在2月26號曾提前預告 大陸將於2月29號在西昌發射運載火箭 並研判飛行方向為西太平洋 會經過台灣所謂防空識別區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年1月9號 台防務部門曾發布防空警報短信 內容為 大陸於15.04分發射衛星 已飛越台灣南部上空 請民眾注意安全 若發現不明物體 通報警交人員處理 而後腹的英译版本卻將衛星翻譯成導彈 有報導稱 不少島內民眾收到多條警示短信 有人甚至三秒鐘內收到三條 造成人心惶惶 而此次台防務部門通報大陸發射衛星的消息 也引起不少島內網友的議論 有人評論說 怎麼沒警報 有網友稱 笑死了 沒有選舉 沒有警報 還有網友說 既然是高度位於大氣層外 對台灣地區無危害 以後這類情況就不必對外發布 沒有任何意義 只是刷存在感罷了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海軍為強化所謂的制海戰力 對美軍購 魚叉反艦導彈系統 為此台防務部門擴編海風大隊 新設基地 另外 台軍方內部有消息稱 美方已在去年 無償提供數套暗置魚叉導彈的訓練系統給台軍 協助台海軍反艦導彈部隊操練 據台灣媒體報導 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2020年宣布 受台100套暗置魚叉導彈海岸防禦系統 其中包括400枚配套導彈 100套魚叉海防系統發射器運輸載具 25輛雷達卡車等 預計在2028年全輸到位 知情人士稱 台防務部門為因應對美採購魚叉導彈及自造導彈量產計劃 初步規劃在雲林 台南 左營 屏東及台東一帶新設海風大隊基地 根據台當局電子採購網招標公告 台海軍艦隊指揮部發布 屏東第324即高雄KZY營區新建統包工程 取案經費18億5944萬元新台幣 新建官兵生活及周邊附屬設施 屏東工期1100天 高雄工期580天 另外 台防務部門也為台海軍艦隊指揮部發布 台南X226營區新建統包工程對外招商案 總金額16億1438萬元新台幣 履約地為台南官田區 台軍方稱 由於暗置魚叉導彈的戰術作為是機動部署 也就是導彈相關裝備不會只放在營區內 戰時或特殊狀況下 會迅速機動前往戰術陣地 此外 由於民進黨當局採購的魚叉導彈及配套設備交貨時間一再拖延 外界普遍質疑此舉會影響台軍戰力 近期 台軍方內部有消息稱 美方為協助台軍 尽早熟悉按置魚叉導彈系統的性能與操作 已在2023年無償提供軍事裝備援助台湾的項目中 增列了數套按置魚叉導彈的訓練系統 協助台海軍反艦導彈部隊操練 據台媒2月29日報導 台灣中華婦女聯合會前理事長 陸佩何建華及其秘書包克明 此前被控所謂收受大陸資金援助在台發展組織 台北地方法院29日一審宣判 判決何建華案中的一部分 免於起訴 一部分無罪 另外包克明無罪 台北地方法院稱 何建華被控於2019年12月18日至22日 招待民眾付今夏旅遊 涉嫌所謂收受大陸資金援助 在台發展組織 以觸犯所謂安全法規的部分 何建華在另一案中 一審二審均已判決無罪 這部分為免訴 另外何建華及包克明被控多項行為 違反上述規定 是因收受大陸指示而在台發展組織 何一庭審着上級司法機關之前判決見解 認為事件不是購罪要件 檢察官均舉證不足 因此判決無罪 全案可上訴 台北地檢署宣稱 尚未收到判決書 待收判後 經研議再決定是否提起上訴 我沒去啊 只是姐妹們在這邊很辛苦 我讓她們出去散散心而已啊 你付錢的嗎 沒有啊 自己付錢啊 台湾聯合報報導稱 法院2023年12月28日曾開辯論庭 何建華表示 檢方以前查辦她招攬陸佩富金門下門旅遊 向團員收7800元新台幣再退費 但團費是按市場行情處理 案件也判無罪 連查扣的40萬元司法機關也退還了 其秘書包克明則表示 他本來就是文字工作者 只是幫忙整理開會記錄 檢察官用所謂安全法規偵辦她 是用大炮在打小鳥 民進黨當局上台後 持續打壓阻撓連案交流 不斷以所謂台灣安全為由 限制阻礙連案正常交流 還通過及修改多項條例 給連案交流施加阻力 下面我們通過一個短片來了解一下 民進黨上台以來 打造所謂安全無法這個綠色恐怖大網 通過以維護台灣安全為名的所謂反滲透法 進而推動所謂營業秘密法修正 不斷修改所謂連案人民關係條例 相關條文細則 限制阻礙連案正常交流 此前 馬英九 吳敦義兩人於2016年5月20日卸任後 原本依照島內機密保護條例需出境管制三年 但民進黨在管制三年期限即將戒滿前 於2019年5月10日修改該條文 延長兩人出境管制兩年 2021年8月 民進黨台理法機構黨團幹事長劉施芳聲稱 修改所謂反滲透法 從安全到經濟產業 科技方面都要納入 2022年3月 民進黨籍民代張鴻路以所謂防堵大陸竊取 挖角台灣關鍵技術或人才為由 主持審查台行政機構提出的安全條例 於立案人民關係條例修改草案 其中安全條例新增所謂經濟間諜罪 規定任何人不得為所謂外國 大陸 含香港澳門地區和境外敵對勢力 或其所設立或實質控制的各類組織 機構 團體 或其派遣之人 侵害台灣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 2022年4月 民進黨籍民代王定宇等人 提出所謂立案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 聲稱如果台軍退降 接受大陸官媒訪談 將解放軍軍機繞台行為正當化等 所謂配合大陸統戰言論 將剝奪其退休金 甚至最高可處1000萬元新台幣以下罰還 本市正常的交流 參訪 不料卻又遭到民進黨當局的司法恐嚇 2023年12月 國民黨金民代孔文旗的 巫姓辦公室主任和陳姓顧問遭人檢舉 曾召集22人組團到四川旅遊 受大陸方面的招待 涉嫌違反所謂的選舉罷免條例 此外 台灣多地里長赴大陸旅遊 也遭到台北地檢署約談 理由就是違反所謂反滲透法以及選罷法 我就覺得在無形中不知道有什麼力量 還是什麼在牽引著 我說我從年輕當兵當警察做了35年 你給我這反滲透法真的對我很大的傷害 苗栗退休警察赴大陸尋根 竟然也遭台檢方以所謂反滲透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通知到庭說明 民進黨當局的綠色恐怖 滲透到了台灣各個領域 台陸委會還以所謂安全無法 與反滲透法進行威脅 要求台灣民眾從事離岸交流時 不得進行與大陸方面簽署協議 備忘錄等文書以及締結聯盟 可以說民進黨當局威脅阻撓 離岸正常交流 已是無所不用其己 相關問題 我們來請教台北的時事評論員 董志森 董先生您好 民進黨當局上台後 濫用所謂安全概念 惡意阻撓連岸交流 菲律陣營在台立法機構站上封後 您認為會不會第一時間修改相關法規 撥亂反正呢 當然會 因為這是他們顯然 對民眾的承諾 那由這一個法案 你就可以看到 這只是一個起手勢 那接下來其實有非常多 其實自從立法機構國民黨成為第一大黨 民眾黨又有巴西加起來勾辦的話 其實整個藍營的士氣大政 覺得說我們應該趁機把很多事情把它改回來 這回國民黨他提出了32個積極的法案 那我剛講到的陸配這只是其中之一 這是跟我們中國大陸配偶 嫁到台灣來有關 那其實也有一些先生 他娶了台灣的女子 那他願意到台灣來住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了 兩岸一家親 可是民進黨執政時候 他是非常明顯的細異 敵視你 侵蝕你 造成你的不公平 就好像我們所熟知的 大陸學生到台灣來練書 他有三線六步 你這個不准 那個不准 那這個是誰造成的 都是民進黨啊 其實民進黨仇視 中國大陸的心態一直沒有改變 是造成現在兩岸非常多的問題 也造成了台灣內部 或者立法機構很多的增分 這是真正的癥結所在 好的 感謝董先生的點評 中國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黨 台立法機構黨團都有意 在新會期提案修法 將大陸配偶取得台灣身份證件 比照外籍配偶 由六年縮短為四年 對此 台行政機構負責人陳建仁聲稱 目前沒有修改條例的規劃 中國國民黨台立法機構黨團 日前提出新會期優先法案 其中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擬朝陸配取得身份證件 年限比照外配 六年改四年方向推動 台灣民眾黨黨團也表明支持態度 對此台灣海集會副民書長蔡孟軍 二月二十九號出面說明 全身的態度來看待 並且要做整體的評估 台灣海集會方面表示 對於陸配所反映的 興生與看法意見等 海集會會及時匯總 提供給主管機關做參考 而台行政機構仍是做出 所謂目前沒有修法規劃的表態 我們對於陸配的權利 相對於其他外國配偶的權利 有更多的保障 我們並沒有修法的 這樣的一個規劃 針對陸配取得身份證件 縮短年限一事 綠營還以會增加 台灣健保負擔為藉口進行阻撓 台衛福部門主管薛瑞源 受訪時表示 對於陸配本人 對健保沒有什麼影響 有影響是一親部分 這部分還在評估當中 但台灣資深媒體人 黃偉漢表示 根據規定 陸配親人 來台短期探親屬 停留非拘留 也不可以超過半年 無法使用健保 必須透過一親來台 取得拘留權之後 才可以使用健保 而且每年數額只有60人 對於增加台灣健保負擔的說法 感到不解 其實自民進黨上台以來 陸配一直處於 被不公平對待的境遇 除了取得身份證件的年限更長之外 陸配在疫情期間的回台權益 也遭到不公平的對待 就連陸配子女反台 民進黨當局也橫加阻攔 甚至24小時內四次修改政策 最後乾脆拒絕陸配子女入境 此外 台灣民眾黨打算提名陸配 徐春英入不分區 民代名單 也引來綠營大死攻擊 宣稱大陸配偶 徐春英選民代會所謂泄密 就連賴清德也親自下場 宣稱陸配參政 所謂危害台灣安全 相關問題我們繼續來請教台北的時事評論員 董智森 董先生 民進黨一邊喊著所謂族群和解 另一邊有惡意製造對大陸配偶的敵意 歧視大陸配偶 對此你有何評價呢 民進黨首先發動側翼 這側翼包括很多醫生 還有很多過去太陽花的那些年輕人 他們就講台灣的健保 現在已經快倒了 虧損很多 如果陸配來 他拿到台灣的身份證明 由6年改成4年 他就可以提早拿到 那他會大量的使用台灣的健保 這個是滑天下之大跡 這些根本不是理由 理由是他們敵視中國大陸來的人 那民進黨 他知道他有他們的基本教育派 他們對這個非常恍感 那當然民進黨會找人來抗爭 但是那些抗爭會讓人家顯得 他們非常可笑 嘴巴講人錢的人 每天都在打壓人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了 民進黨講一套做一套 那他們現在 所丟出的這些藍題 最後都必須由賴清德來承受 好的 感謝董先生的點評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立法機構負責人韓國瑜 2月29號會見國民黨籍基隆市長謝國良 這是韓國瑜上任台立法機構負責人以來 首度有謝市長前來拜會 不論是韓院長的身份 國民黨過去在北農的相關經驗 非常適合我們來積極爭取 雖然半個小時的會談全程不開放媒體採訪 但據了解 韓國瑜特別向謝國良表達支持立場 另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立法機構新悔期開議 台灣數據分析平台榮太創 2月29號公布台立法機構各黨團的網絡聲量狀況 結果顯示 國民黨方面 台立法機構負責人韓國瑜以26.7萬則聲量 一枝獨秀 國民黨即明代徐巧新的聲量位居第二 12.1萬 台灣民眾黨方面 台灣民眾黨台立法機構黨團總召 黃國昌以13.7萬則聲量 拔得頭筹 其次是副總召黃珊珊 有超過6.2萬則聲量 其餘人相對缺乏話題性 同時 外界期待黃國昌能有驚人表現 但他近期卻是狀況連連 導致他雖然有高聲量 但卻伴隨著不少負面評價 不過容创泰數據也提醒 政治人物若只想依靠聲量或噴政治口水 恐怕難以贏得台灣民眾的支持與認同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南市長黃偉哲 2月29號前往台南地檢署應訊 當天下午 黃偉哲現身時表示 他是應檢察官要求 以證人身份前往應訊的 以洩密罪被辦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檢調單位去年偵辦光電弊案 5月底搜索台灣立揚能源公司 其總裁谷盛輝當時以400萬元新台幣交保 相隔9個月才約談黃偉哲 台灣法律界人士認為 選在這個時機 因為2024大選底定 不會衝擊選情 而台南光電黑金疑雲重重 這動作也不排除是在為黃偉哲解套 黃偉哲雖然以證人身份被約談 到底有沒有涉入光電利益 備受外界關注 本署將持續蒐證調查 一切軍醫調查所得證據為認定 據台媒報導 賴清德當選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後 對其行政團隊的人選 外界有諸多猜測 近日傳出 賴清德新行政團隊人士 最快在3月底前就會明朗化 民進黨及明代吳思瑤表示 賴清德會籌組超越政黨的卓越團隊 對此國民黨方面不以為然 陳建仁連說三次 不會續任台行政機構負責人一旨 而賴清德的新行政團隊人士 可謂是保密到家 如今有消息稱 最快在3月底前就會明朗化 人員組成可能會跨越黨派 要求組出符合社會期待 也超越政黨 而且在專業性能力性上都非常的卓越的一個團隊 此前賴清德也透露 對於新行政團隊人選 會符合所謂跨黨派 跨世代跨領域的原則 如今台立法機構實現某種意義的藍白河 民進黨當局未來面臨所謂嘲笑野大的局面 賴清德是否真的會拿出行政部門位置 對所謂在野陣營釋放善意 現在還不得而知 2月29號 台主機單位公布了2024年台灣地區經濟生產總值預測值 預計2024年經濟成長率為3.43% 但如今島內戶價狂漲 2024年的消費者戶價指數預估將達到1.85% 民眾普遍認為對所謂的經濟成長完全沒有感覺 歷經2023年經濟慘兮兮 如今又面對萬物皆漲的環境 台灣民眾都很無奈 而面對原物料價格飆漲 業者也是充滿無助 根據台主機單位統計顯示 2023年台灣地區全年經濟成長率僅有1.31% 創下14年來新低記錄 經濟成長率我們下修了 所以基期的影響會影響這個 就是它下修了所以基期比較低 所以今年的那個成長率有略微的 叫原來的預估上修 因為我們去年的整個基期不勝理想 那在相對比較低基期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今年出口呢一定會有所支撐 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應該是所謂的這個外熱內溫的情況 台主機單位表示 2024年台灣地區經濟生產總值 預估將上修至3.43% 但奇怪的是對外貿易 民間消費固定投資的預估成長率都全面下修 另外由於島內通貨膨脹 外食費 房租等漲勢仍居高不下 因此預估2024年的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指數上修至1.85% 外食費都最近來一直都漲幅都在4%左右 那按那個那個房租業 房租業大概成長在2%左右 所以說物價我們估計是上修為1.85% 這個1.85%並沒有包括電價 因為電價到底要不要調 以及調的幅度是多少 我們並沒有在裡面 所以如果電價上升的話 這個1.85%也許會再上升 了解台海資訊 輕鬆掌握時事 跟民進黨的意見不一樣 1450就去咬你 民進黨的檢討就跟自動播放器一樣 他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這就跟台獨一樣 你想要把中國因素拿掉 協議裡面就是中國DNA 那樣大陸絕對不會再容許 任何一個國家打台灣牌 四川口味的灌燒菜 先炒後燉 菜色多元豐富 打進台灣便當市場 麻辣醬汁讓時刻多吃好幾碗飯 台灣大叔在長沙賣起台灣牛肉麵 標榜不加任何調味料 湯頭以蔬果和牛大骨慢熬 儘管比牛肉粉還貴三倍 卻有不少老饕買單 台霞拼經濟 每個週末為您講述兩岸民眾的財富故事 歡迎回來我們繼續來看新聞 2月29號下午 廈門湖里區委台港澳辦聯合湖里區台商聯誼會舉辦 融在湖里合力同行 湖里區台商聯誼會第四十次迎春聯誼活動 吸引了450餘名台胞台商台新參加 共判榮年發展 活動現場 將在第一批要扶持六百家的企業 那麼來作為數字化轉型 所以我們目標盡努力 希望能夠爭取成為低波被輔導的企業 那趕上這一班車 我想這是我們企業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據悉 2023年在廈門湖里區創業就業的台青有1500餘人 區政府給予台青補貼金額共1900多萬元 此次聯誼會不僅有定居廈門已久的台胞台商參與 還有首次參與聯誼活動的新台胞 獲得了滿滿的幸福感 確實我們也感受到 大家對台青的關心跟照顧 尤其國家給了這麼大的力度 然後剛好我們做的是十二生肖這樣文化內容 涉及到文旅跟青子的文創的一個項目 所以感覺整個大趨勢跟大方向都在往民族自信 還有這個國潮還有文化內容去做發展嘛 所以對我來說我會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點 讓大家知道說在這裡很幸福 然後又有這麼多應該說這麼好的資源 大家可以共享 不管是台青個人或者說企業都能夠有所幫助 東南衛視海峽衛視記者廈門報導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您可以掃描屏幕上的二維碼 關注今日海峽的官方微信和今日頭條平臺 獲取更多音視頻資訊 請登陸福建網絡廣播電視臺 3w.fgtv.net 或手機下載海博TV客戶端 收看本期的相關節目 如果您錯過今天的直播節目內容 請看福建IPTV寬帶智能電視 點播回看更多精彩內容 獲取更多權威信息 請關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官方微信公眾號福建發布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拍攝